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职天下》第36集由于阳为您播讲 王勺看了看直点头,对韩刚赞道 贤侄做了件善事,如刚古疗养院般的伤病营,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 如今仅仅是刚开了个头,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 韩刚谦虚了一句,指着指地面,就如这黄土地,完全遇不得水 但要在营房内铺设砖石也太耗费,所以等到明年开春有了闲暇 还要改用石灰和了沙子来借平地面 王后惊奇道,玉坤真是博实啊,连江南豪民修木墙的手段都知道 韩刚也是吃了一惊,他说的可是土质水泥,难道这个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他问王后,江南修木不用木砖 王后解释道,旧时江南王公墓中多用砖石砌墙 但往往被奸民所盗取,如今都学乖了,改用了石灰和了筛土砌墙 干后便坚硬如石,不比砖石烧茶 筛土就是沙子,从河边挖出来的河沙都是含着石头石块 要过筛子才能使用,所以称之为筛土 用石灰拌和筛土便是最简单的水泥 韩刚真没有想到,土质水泥在这个时代便出现了 亏他还想等到把水泥造出来之后,拿来炫耀咸摆 如果能顺便赚点身家,那就更好 参观过两间病房出来 王勺让雷俭和邱一文继续做他们的事,不必再作陪 邱一文掉头回病房 雷俭点着脸还想凑个趣儿,却被王后不耐烦地吃了回去 三人随意地在挂满衣物和床摊的晒衣场边走过 王勺突然问道 贤侄还记得裴侠中袭基尼所率车队的那些藩人吗 当然记得 他们听了西贼内奸陈举的窜导 妄图截断良道 学生也是深受其害 多亏了基仪当即立断 揪出幕后罪魁陈举,刘显 这个消息学生已经听说了 想必不数日 当日出兵裴侠谷的帆布当水落石出 韩刚顺着王勺的口气说话 他既然想试恩 自己捧个长又如何呢 当日在裴侠中偷袭你的是洛门山的墨星部 自陈举的祖父辈开始就跟陈下有着几十年的往来 精略司已经从福枪城和西洋镇调出了四个指挥的人马 又蒸发了附近的九个帆布两千兵力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就在这几天 墨星部便要足灭了 王勺说得轻巧 漫不经意见 一个拥有近千丈目的大部族便要灰飞烟灭 墨星部如此心腹大患 当时灭得越早越好 韩刚义正此言 王勺摇摇头 墨星部只是小患 不过有八九百丈 官军一道举手可命 真正的搭换 远的是西贼党项 近的是猪不吐蕃 都是难以剿灭的隐患 不知贤侄对此有何高见呢 韩刚心知 这该算是考试了 如果通过了 一切好说 如果通不过 王勺大概就会掉头走路 幸好他这些天做了点功课 王勺去年上书天子的平荣册的内容并不是秘密 而在担任过魏州军事判官的张在门下 他过去也曾记下了许多资料和数据 不会在王勺面前露窃 具体的措施 基仪的平荣册中都已经说尽 不外乎以仪质疑 收吐波 攻党下 王勺轻轻点头没有说什么 韩刚很清楚王勺要听的并不是这些 便大手一挥 开始谈古论今 吐波与大唐同时兴起 其为祸中原 三破长安 列渡愿在西夏之上 幸好其覆灭 也几乎与唐同时 如今以部族为惧 不过吐波国虽亡部族仍在 如今关西四路大小部族数以千计 而以秦凤为罪 秦凤路沿边十三寨 大部百二十三 小部五百九 户口备于汉人 其中吐波诸部占了九成以上 是啊 秦凤路的吐波人太多了 再往西侧更多 王后在后面插了句嘴 算是帮韩刚做个梗 好以下文 韩刚扭头对王后会议的笑了笑 回过头来继续说道 不过 吐波有一桩好处 就是喂服贵种 从松赞干部传下来的血脉 最为吐波人所敬服 否则 李立尊也不必远赴西域 去把古斯罗请回来 再列为赞普 以占一个大义的名分 李立尊是几十年前 和黄吐波的大首领之一 但他没有吐波王家血统 无法就任赞普 所以去了西域高昌 将传承松赞干部血脉的古斯罗 弄回来做个傀儡 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 嫁给了才十二岁的古斯罗 做足了携天子以令诸侯的模样 他这一招也算管用 和黄吐波中的另外一位大首领 温布齐都不得不在名义上 低头听从他的号令 可叹李立尊望子尊大 竟然想费古斯罗而自立为赞普 不想古斯罗先行一步 转投了温布齐 韩刚说到这里 王少冷笑了一声 魏武不是那么好做的 姬怡说的是 自与古斯罗反目 李立尊势力大衰 不复旧日之冠 古斯罗投温布齐后 抛弃了李立尊的女儿 但他以李立尊为阴贱 不娶温布齐家女子 而改娶吐波大族乔家族之女为后 其势力扩张 又为温布齐所不容 到最后一场火兵 温布齐被杀 古斯罗成了真正统治和黄的赞普 甚至还大败过李元浩的反贼 让他退回六盘山后 王少似有感触地说道 幸好他家中不静 不然又是一个李元浩 的确 古斯罗家中不睦 他弃李立尊之女 便与其所生长子 虾征和次子摩瞻脚反目 最后却是幼子 董瞻继承其位 其余两子皆自立 虾征和摩瞻脚甚至阴柱党相 逼得古斯罗离开清唐王城 而逃避历京城 如今古斯罗已死 董瞻手段远不如奶腹 和黄一带又趋分离 西贼对和黄虎视眈眈 如果朝廷不加重视 让西贼趁躯而入 观众位矣 对于韩刚的一番话 王少很满意 从中完全可以看出 韩刚对和黄局势深有了解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如果连要针对的目标 是谁都不知道 这样的人如何能用呢 那依贤侄的意思 对清唐吐蕃又该如何处置啊 第二道靠题出来了 韩刚依旧胸有成竹 汉舍扶枪校尉 以枪人攻枪人 唐舍安息都护 以西域定西域 以学生于见 当以汉家兵屯为根本 亲父者用之 不顺者攻之 微服董瞻 团聚重部 十万大军举手可惧 此一事 可谓之断西域右臂 在王师北上心灵 和黄吐蕃便可自息而攻 如此西域可灭 心灵可赴 国耻得血 青史上 已可留下名号 王勺轻轻击掌 神色却是淡淡 韩刚的话几乎是他上书天子的平荣册的翻版 与他心意相合 但其中的空话很多 任何一个对西式有一定了解的世人 都能说出这么一番话 王勺对他需要的 是能处理实际事物的人才 如此大局性的言论 应该是由自己说给天子和宰相们听的 不过在和黄屯田可不容易啊 王勺像是在挑字 那里可不是种地的好地方 和黄两千里 为汉隆西南安金城三军之地 汉宣帝时 赵春国流屯金城 禁平诸枪 东汉建武年间 马元也说 和黄田土肥朗 灌溉流通 如此沃土 只要有人如何屯不起田 反倒是收服诸部 要麻烦一点 如何麻烦 有党相在 吐蕃诸部就多了一个选择 如果逼得太紧 让他们投了党相 反而会弄巧充拙 必须攻心为煞 利诱为福 而征讨最好只用在其中一家身上 用于设服重犯 如何攻心利诱啊 如今吐蕃诸部 多钱信浮屠 古斯罗之名 便是吐蕃语中的佛子之义 可谓名正 当请朝中派遣 胆识才学医术 皆是过人的高僧大德 入和黄红法 他多收一名弟子 我大宋便多一个中心的帆布 中心的帆布多了 和黄自然 再也无法脱离中国控制 至于利诱 无外乎 册封赏赐 还有示意 那攻打的 又该以谁家为一样 和州 为和黄北部 重心所在 处于水路要爱之上 其地之主 木征 是虾征之子 古斯罗的长孙 其人素来狂悲不驯 不服其书 董瞻号令 又交通西贼 由取董瞻而代之的野心 剿灭木征 夺下和州 可以示好董瞻 以可微服之 和州地处 青唐北部 王师领有此地 董瞻便无法与西贼联络 也只能投靠于我 寒纲侃侃而谈 一切都已熟烂于胸 王勺的问题 都在他的准备之中 更确切地说 他回答王勺的考题时 都是刻意将话题 再往自己准备充分的领域 从而影响王勺的出题偏向 这种与人辩论上的进节技巧 韩刚前世是刻意练过 连声音 手势 眼神 都在计算之内 可不是王勺一时间 所能看破的 一问一答到了最后 王勺也不得不点头称赞 张子厚真是会教徒弟 走得累了 王勺在路边一张长椅上 舒舒服服地坐下 韩刚和王后没有资格坐 只能在两边势力 王勺抬手 轻扶还没有打磨过的椅身 对韩刚笑道 这条长椅椅倒也不错 坐和躺都可以 亏你想得出来 韩刚微笑的一倩深 前面他已经通过考核 如今就该说正题了 看得出 这只是王勺的开场白 他便没有搭话 王勺果然也不等韩刚回话 又道 只观疗养院中的布置 便能看出贤侄 你腹中自有锦绣 不枉了子厚的一番教导 张守约见你为官 不是没有道理 只是气文从武 怎么说都是辱墨斯文的一桩事 贤侄在子后门下游学多年 不知是甘心还是不甘心呢 儒门弟子以人为本 伤病垂死待救 学生不忍弃之 至于文武殊途之事 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韩刚回答得滴水不漏 小狐狸 王勺暗骂了一句 不得不自接底牌 贤侄倒是一番人心 不过管购伤病营一事 是归于金略斯名下管辖 却不一定要五官才能提举 即便是文资 也是一般可做呀 积仪的意思是 从九品的判司部位 秦奉金略安抚司购当公事 兼礼陆中伤病事务 金略斯中事务繁无 购当公事一职 也是千头万绪 再加上还要兼礼陆中伤兵事 旁人怕是难做周全 不过以贤职之才 当是举手之劳啊 王勺很干脆的开出价码 静静的等着韩刚回复 韩刚沉吟不语 心中比较着王勺和张守约的出价 对于相宝和张守约之间的排局来说 韩刚他可算是鬼牌了 现在张守约既然把他这张牌丢了出来 只要相宝反对 张守约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使人 向书密院甚至天子上书 把相宝家奴在甘谷成威的时候 拦截资众车队的事给抖出来 以韩刚于浮腔城射出的那一件 在秦丰道上流传的广度 凭相宝的权势根本遮瞒不住 一旦此事被朝堂得知 相宝少不得灰头土脸 多半还会被降职 就算相宝不反对让他赞成 肚子里保准要积蓄多少怨气 日后向韩刚报复 到时张守约再找人爆料也是一样 给人当刀时 韩刚并没有那般大方 如果王勺没有给他建书 为了一个关身 韩刚绝对会去拼命 被当刀子也认了 但现在王勺推荐韩刚认的同样是 最低一级的从九品 不过本官却是属于文官系列的 判司部位 顾名思义 也就是主部 县位和奸司官的统称 并不是武官 对于王勺的这份推荐 身为武臣的相宝 差不了口 相对的 韩刚也不会再深入一步得罪相宝 何况还有文臣和武臣的地位差距在 该如何取舍 韩刚自不会弄错 秦州 都前侠相府 都前侠府的主人 如今正是四十上下年富力强的年纪 每日清晨他便出来习武练剑 打熬筋骨 冰雪无碍 风雪无阻 乃是标准的武将之位 校舞场中 相宝赤裸着剑状的上身 一块块线条刚硬的肌肉 宛如最出色的石匠雕刻出来 他将一条大枪 捂得脚如龙蛇 枪风呼啸声声 去了枪尖的枪头 如毒蛇杏子般土蛇不定 寂寂不离要害 把陪练的两名小孝 逼得步步后退 压得陪练无还手之力 相宝毫无兴奋之意 双眼瞪起 长枪边舞边吼 你们这点武艺 秦州可真是无人了 年长一点的军校不为所动 沉稳如衣 只将一杆枪左右遮挡 而另一名年轻一点的小孝 不愤被小觑 枪势随即转机 枪尖在相宝眼前虚晃一招 反手枪尾直敲向相宝的颈骨 这样才够闷 相宝痛快的一声大喝 双臂猛然一震 手中大枪顿时化作千万虚影 滚滚枪影如同石子落水 自深州一圈圈荡开 狂风平地标起 呼啸化为咆哮 只听得哐的一声催响 一条长枪转眼间就飞出了战圈 年轻小孝双手空空地被倒翻在地 而年长的军校只稍稍退了两步 握紧长枪将门户守得紧延 千虫枪影合而为一 又恢复成一条大枪的模样 相宝挺枪带刺 眼角余光却撇到向安 不知何时到了校武场边 他随即收枪撤步 跳到了圈外 就这么练了一阵枪术 相宝已是汗流浃背 身子热腾腾的直冒白气 一见场中的较量停了 校武场边的两名娇俏可人的侍女 忙拿着手巾上来 要帮相宝擦汗 相宝不理向安和侍女 先走到年轻小校身边 抬脚猛踹了一下 怒骂道 一点鸡都受不了 日后怎么带兵 小校忍着疼翻身起来 磕头谢罪 相宝也不理他 转过身来 脸色就好看了不少 对年长军校笑道 刘仲武 你倒是稳重 当时能带好兵 刘仲武虽说年长一点 也不过二十五六的样子 但目光沉定如潭水 喜怒不显于面 的确是一脸的稳重 他抱枪躬身 多谢秦霞夸奖 你做得好我就夸 做得赖我就骂 没什么好谢的 等我赏你再谢不时 相宝说话 也有着武将的豪爽 他左右看看 抬手指着侍女中的一个人 刘仲武 你觉得西奴他怎么样 都前霞身边的侍女 哪有长得丑的 换作西奴的侍女 也就二八年华 身材鸟挪 娇俏如花 刘仲武看了一眼 便收回目光 前霞身边人自是好的 既然觉得好 那就赏给你了 相宝干脆的说着 刘仲武身子微震 抬头惊讶的看着相宝 见相宝正盯着他 忙低头道 小人不敢 哪有什么敢不敢的 相宝哈哈大笑 你若喜欢 就带回家去铺床叠背 你若不喜 那就拉倒了事 刘仲武沉吟了一下 见相宝不思作伪 放下心来 他也洒脱不再推辞 跪地谢恩 多谢前霞后赏 站起身来 看着俏丽的息奴 他心中感激甚深 一旁的年轻小笑 更是满眼的羡慕 随便将美女赠人 相宝也不在意 他带兵一向是以 研伐厚赏著称 摆了一下手 行了 你们都下去吧 等校武场中再无第三人 相宝回身过来 方问道 八哥 有什么事吗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36集 欢迎继续收听 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37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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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之天下》第37集